嗨,大家好,我是志銘 我是鯉魚貓 好久不見了 我們今天的影片是量體重 有很多人一直在問說 可以再拍量體重嗎 有,我們拍了 拍了拍了拍了 可是平均來說應該是變瘦的吧 還是沒有 大部分都持平 像招弟去年4.6 今年4.8 柚子今年4.7 多了0.2 那婉長瘦了 所以你給他胃太少 沒有啊,因為我胃多的話他也不吃 然後就會被阿媽吃掉 所以我就不敢胃太多 所以婉長如果真的要變胖 他必須要自己吃飯 可是婉長有時候自己隔離起來吃 他就不吃 他一定要跟別人一起吃 所以婉長可能要我們餵他的時候 要在旁邊保護著他的飼料跟他的 他的貓 不然他每次在吃的時候他後面會排著 他的阿媽啊 柚子啊,就像排隊一樣 招弟好像也會搶他的 所以招弟胖 大家虎視眈眈的在他後面等著 然後SOCUS也變瘦了 0.1 今天晚上應該是跟去年差不多 3.8 3.8也算是有比較胖一點之後 以前更瘦 三角是唯一一吃完全沒有變 就是都6公斤 三角完全沒變 可是我覺得他應該是有變瘦 因為我記得他前陣子有胖一點 他可能變瘦一點 只是這一年這樣涼起來沒差 可是他前幾個月可能更胖 Lulu多了0.2公斤 我本來以為會多更多 因為Lulu自從他生病康復之後回來 這段時間就是狂吃 每天都狂吃然後吃很多 我想說他會不會已經引頭板上阿瑪變成8公斤之類的 結果沒有 多了0.2公斤 小真胖一點 再來是阿瑪 數字看起來很嚇人 就是他去年是7.5 然後今年是8.1 可是因為我們前幾個月有帶他去健康檢查 他是到底是多少 那時候查一下 我看到阿瑪上次去醫院的體重是 你猜多少 8.3 8.5 85.5 85 85.5 怎麼可能 你說什麼時候 他自己85.5 對啊 他自己咧 對啊 85.5 這是8 這是8.5吧 8.5 85 都比你重了 8.55 我看錯了 就真的是 受生有成 這是什麼幾月阿 這是2月的時候 2月底 現在是5月底 很短3個月瘦4公斤耶 哪一 0.4 好 好 誇張瘦0.4公斤 應該已經超送病了吧 所以不要再一直跟我們思訊說 阿瑪真的該減肥了 阿瑪真的沒有變瘦 阿瑪真的有在減肥 對 很多人以為說 這是減肥就要又快又多這樣 其實貓咪不能一次減太多 減太多的話 他們反而會很容易有脂肪肝 然後會造成他們甚至是生命危險 最近阿 幫他們減肥有個最重要的改變 就是 我們本來就一直有讓他們吃 就是 主食罐頭 跟乾飼料 可是現在是罐頭比較多 在最近這段時間 我們是 用幾乎80%以上的主食罐頭 也就是濕食阿 就是幫助他們多喝水 而且也增加很多飽足感 然後又是以肉為主 然後飼料其實是碳水化合物嘛 所以 其實他們吃了之後就是會 只會一直越來越胖而已 而且可能會一直吃乎飽 證明就是 目前那個方式是對的 那就期待下一次的量體重寶 掰掰 掰掰